大家好,这里是梦翔文学,今天小编继续给大家讲故事。 民国年间,有一位辽臣法师,一生云游四海,七十岁这年,他在大青山住了下来。 这天,辽臣法师到山下的镇子办事,看到镇上的寄生药铺刚刚遭了大火,被烧成一块白地,药铺老板也被烧死,只逃出老板的女儿和一位伙计。 这位叫长顺的伙计为了救出老板的女儿,被烧成重伤,无人救治。 辽臣法师动了善心,决定把长顺带到山上救治。 这时,一个人拉来一位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对辽臣法师说, 法师,这是药铺老板的女儿,名叫玉兰,可怜她小小年纪就成了孤儿,您救人就到底,把她也带走吧。 辽臣法师见玉兰脸蛋红红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好生可怜,叹息一声,把她拉到身边。 玉兰见辽臣法师肯收留她,心里很是宽慰,又朝远处招招手,喊道,望财,过来。 马上,一只狗跑到玉兰跟前,使劲地摇着尾巴。 玉兰对辽臣法师说,她可懂事了,也带上吧。 辽臣法师点了点头。 三个月后,辽臣法师治好了长顺的烧伤,但长顺身上留下了疤痕,特别是脸上的疤痕很明显,显得很丑陋,一般人连看也不敢多看。 这天,辽臣法师把一个包袱交给长顺,说,我跟新政药铺的老板说好了,你到那里去当个伙计吧。 长顺没接包袱,却扑通一声跪在辽臣法师面前,说,我不走,您收下我,让我做您的弟子吧。 辽臣法师连连摇头,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我徒弟的,太难太难,你还是到俗室做个普通人吧。 长顺哭了,说,我在这个世上没有亲人,您救了我的命,您就是我的亲人,让我跟着您。 辽臣法师还是摇头,不肯答应。 这时,一旁的玉兰说,您就收下长顺哥哥吧。 您看他为了救我,烧得破了像,现在他这个样子,没人肯跟他来往的。 这句话让辽臣法师愣了一下,他盯着长顺那张变了形的脸,看了又看,说, 做我的弟子,要遵守非常严的戒律,你做得到吗? 长顺一个进地点头,说,无论多么严的戒律,我都不怕。 我要跟着您学法,将来做一个像您这样的法师。 辽臣法师又说,要跟我学法,首先就得行为端正,不得屏障法术为非作歹。 此外,终身不得婚取,这些你做得到吗? 长顺说,我要是做不到,就让我变成一只狗。 辽臣法师还是不放心,又说,师门戒律严谨,每一条都必须遵守。 以后我一条条详细跟你说。 于是,辽臣法师收下长顺做了徒弟,转眼四个春秋过去了, 长顺长成二十岁的小伙子,玉兰也已十六岁, 长得像朵鲜花一样,不知不觉间,长顺心里喜欢上了玉兰。 这天,辽臣法师对玉兰说,女孩到了二八年华, 就是该出嫁的时候,你父母双亡,这婚事只有我来为你做主, 只等过完年一开春,我就下山为你物色一户好人家。 玉兰听了,小脸修成了一朵桃花,赶紧带着旺财出了门。 这时,长顺正在一旁匹柴,听到师父的话,伏饼一歪,正好砍在手指上, 半个指头给砍了下来,鲜血直流。 辽臣法师连忙给长顺包扎,长顺却像个木头一样, 一点也不觉得疼,他痴痴地问, 师父,玉兰他,这么快就要嫁人了吗? 辽臣法师叹了口气,说,早是早了点, 但他已经长成一个大姑娘,跟我们两个大男人住在一起, 实在不方便,还是让他早点找个婆家吧。 长顺突然心一横,壮着胆子说, 师父,我不想玉兰离开这里。 辽臣法师盯着长顺,喝道,放肆。 你是个学法的人,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 长顺却的一声,哭出声来。 辽臣法师严厉地说,你这四年跟着我潜心修行, 法术上大有长进,只要继续聚精会神, 将来必能继承我的一波,大有作为。 在这紧要当头,怎可生出如此邪念? 长顺捧着少了半截的手指,满眼是泪, 默默站起身,朝屋外走去。 他走出后院,一直走到山顶的平台上, 扯开嗓子,发出狼一样的嚎叫。 这时,长顺突然看到玉兰牵着旺材, 正一动不动地站在边上, 他突然上前一把将玉兰抱在怀里, 哭着说,玉兰,你别答应师父, 你不要嫁人了,好不好。 玉兰被长顺的举动吓坏了, 使劲从长顺的怀里挣扎出来, 说,长顺哥哥,你这是怎么了? 长顺用手捂着脸,呜呜地哭着, 说,玉兰,我想娶了你,我想和你成个家, 然后一起照料师父。 玉兰吓了一跳,连忙说, 长顺哥哥,这怎么行呀? 你是个学法的人,不能破戒的。 长顺说,我不想学法了, 我想做个普通人,然后娶你。 玉兰像是不认识长顺似的, 盯着长顺看了又看,突然哭着跑开了。 长顺摸摸自己被烧得变了形的脸, 喃喃地说, 他一定是嫌我这张脸太难看, 才不肯嫁给我。 这件事过了没多久, 天降了一场大雪, 疗尘法师带着长顺下了山, 四处奔走, 看到有人困在路上, 就上前救助, 发现遭了灾的人家, 就帮着人家善后,解决难处。 一直忙到大雪消融, 两人才往山上走。 在回家的路上, 疗尘法师对长顺说, 我们持法修行的人, 不能只为自己活。 你看这几天, 我们到处奔忙, 帮助了这么多人, 这是多么有益的事啊。 长顺点点头, 没支声, 回山后。 长顺瞅了个单独跟玉兰在一起的时机, 对玉兰说, 这几天, 我跟着师父下山, 做了很多一般人做不到的好事, 总算对得起师父了, 我想找个机会, 向师父提出来, 我不学法了, 我要做个普通人。 玉兰说, 长顺哥哥, 师父一生用法术扶威记困, 给数不清的人带来幸福平安, 他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有个传人, 将来能像他一样, 继续救助天下苍生。 你的命是他救的, 又跟着他学了这些年的法术, 于情于理, 你都应该死心塌地跟着师父修行, 将来继承他的一波啊。 长顺摇摇头, 说, 玉兰, 我现在心里全让你站满了, 除了你, 什么也装不下了, 为了你, 我什么都肯做。 玉兰也摇摇头, 说, 长顺哥哥, 我的命是你就出来的, 按理说, 你说什么我都要应允你, 但你现在是个学法修行的人, 我宁可辜负你, 也不想你辜负师父。 说完, 就转过身子, 进了自己的房间, 关了房门, 长顺呆住了, 他一拳砸在墙上, 自言自语, 不论你怎么拒绝我, 我就是喜欢你, 一定要得到你。 冬天总算过去, 眼看就要开春了。 这天, 离大青山四十多里的乔家村, 出了一件大事。 原来, 村里有一对忠厚老实的老夫妻, 一生勤疤苦作, 为人称道。 他们有个儿子, 名叫长根, 长得一表人才, 可从小娇生惯养, 已经是二十岁的小伙子了, 整天不做正事, 只知道跟一帮狐朋狗友喝酒吃肉。 这天, 长根正闭着眼睛靠着墙根晒太阳, 忽然听见有人远远在喊, 长根他随口应了一声, 忽然两眼一翻, 栽倒栽地, 人是不知。 长根母亲吓得大喊救命, 乡亲们马上聚拢来, 七手八脚把长根弄到屋里的床上躺好, 为他请来郎中。 这郎中瞧来瞧去, 瞧不出一个子丑银帽, 就说多半是受了惊吓, 让他在床上躺着, 好生调养。 再说辽臣法师, 他心里一直想着郁兰的婚事, 长顺前段时间这一闹, 就更想早点把郁兰嫁出去。 为了给郁兰找个好人家, 他装成一个桃百家米的僧人, 一户接一户人家走过去。 这天, 他来到乔家村桃百家米, 到了长根家, 见长根父母满脸悲气, 便问缘由, 长根父母便把辽臣法师 带到长根床前。 辽臣法师把手掌压在长根的额头上, 闭上眼睛, 口中念念有词, 过了片刻, 他一开手掌, 叹了一口气, 说, 你家的孩子被别人用法术收走了魂魄, 要想救活孩子,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不知你们是否愿意。 长根的父母说, 只要能救活孩子, 我们上刀山下活海都愿意。 辽臣法师摇摇头, 说, 不用上刀山下活海, 但要他复活, 得有魂魄呀。 长根父母一听, 马上就哭了, 说, 没有魂魄就没有命, 谁的魂魄也不能给我儿子啊。 辽臣法师在长根床前点燃一盏油灯, 说, 这盏油灯, 能先稳住孩子的性命, 我这几天, 会去寻找你们孩子的魂魄, 万一找不到, 就为他找个替代的。 你们千万要守住这盏油灯, 可不能让他灭了。 辽臣法师吩咐完毕, 就匆匆走了, 长根父母望着法师的背影, 双腿一跪, 连着扣了三个响头。 接着, 两位老人轮流坐在这盏油灯边上, 像守护儿子的魂魄一样, 细心地守护着油灯。 这天傍晚, 旺财隐约听到主人在喊他, 便顺着叫声跑下山, 看到了辽臣法师, 他高兴地摇尾巴, 跟着主人往山外走去。 辽臣法师把旺财带到长根家, 长根的父亲用手摸摸旺财的身子, 不停地说, 真是一条好狗。 给旺财盛了满满一碗饭, 旺财大口大口地吃着, 边吃边摇尾巴。 三更十分, 辽臣法师摸摸旺财的头, 说, 旺财, 躺下。 旺财赶紧乖乖地躺下, 把头威依在主人的腿上, 像往常一样, 闭着眼睛享受着主人的怜爱。 辽臣法师用手抚摸着旺财的头和身子, 口里默默地念着, 突然抡起一把铁锤, 朝旺财的头上猛地砸下去。 旺财的眼睛无力地睁开, 可怜地看着主人, 慢慢地闭上了。 不大一回, 床上的长根发出轻微的呼吸声, 跟着她的嘴巴也动了动, 眼睛慢慢地睁开了。 长根母亲扑到长根身上, 激动地哭起来, 辽臣法师常常欲出一口气, 站起身来, 说, 孩子活了, 让他再歇息一会儿, 别惊扰了他。 长根父亲把旺财的尸体抱起来, 准备出门, 辽臣法师喊住他, 要过旺财的尸体, 又让长根母亲取来针线, 把旺财的脑袋擦洗干净, 把伤口缝合好, 用一块黑布把旺财的尸体包裹起来。 辽臣法师出门两天了, 还没回来。 这天, 玉兰又烧好晚饭, 等着师父回家, 眼看天就要黑了, 还是不见师父的人影, 连旺财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他越想越不放心, 便去找长顺, 想让长顺下山接接师父。 玉兰在长顺房间门口喊了好几声, 里面却没人回应, 他心里涌出一阵内疚, 前段时间拒绝长顺后, 长顺一直非常痛苦, 有一次玉兰还看到长顺躲在墙角哭泣, 后来, 长顺就一直躲着玉兰, 不久前还偷偷跑出去几天。 玉兰试着推了一下房门, 门支的一声就开了, 一张纸条从门缝落下来, 玉兰捡起一看, 原来是长顺给自己的留言, 上面写着, 玉兰, 我是世上最丑的男人, 配不上你, 不想再活下去了。 你看到留言条后, 请去山顶把我的身体焚化, 这是为我好, 请你一定帮我做到。 这几天, 我一直在为你补卦, 每次结果都相同, 刚才我又补了一卦, 还是那个结果, 几天后, 有个名叫长根的男子会上山来找你, 他一表人才, 是你命中注定的丈夫, 他会一辈子疼爱你, 你跟他下山去吧。 玉兰看完信, 赶紧往山顶跑, 到了山顶一看, 长顺果然在那里, 他端坐在一堆干柴上。 玉兰急得哭了, 使劲地喊着长顺, 他却一动也不动, 玉兰爬上柴垛, 用手在长顺鼻子下势了时, 发现他已经没有呼吸了。 玉兰嚎啕哭大哭, 跑到家门口, 正好碰到辽臣法师背着个大包袱回来了, 辽臣法师拄着根拐杖, 一脸疲惫。 玉兰哭着说, 长顺在山顶自杀了, 师父您快去救他呀。 辽臣法师一惊, 赶紧往山上跑, 跑了没几步, 又折回身子, 把那个包袱背到背上。 他气喘吁吁爬上山顶, 爬上柴垛, 把手掌压在长顺头顶, 闭上眼睛, 念起了咒语。 一注香功夫后, 辽臣法师下来, 他让玉兰到屋里拿盏油灯上来, 点燃油灯, 让玉兰拖着油灯站在长顺身边, 接着他在柴垛旁设了个法坛, 点燃三根香。 玉兰问, 长顺还有救吗? 辽臣法师点点头, 说, 他只是灵魂出窍, 没有死。 玉兰赶紧说, 那赶快为长顺招魂吧。 辽臣法师点点头, 站上法坛, 大声喊, 长顺, 回来啊。 玉兰赶紧回答, 回来了。 辽臣法师苍老的声音, 夹杂着玉兰的啜气声, 在山间的夜空里回旋着, 过了很久很久, 还是静悄悄的, 一点反应也没有。 辽臣法师停下来, 不喊了, 玉兰赶紧问, 怎么了? 师父。 辽臣法师叹息一声, 说, 他的灵魂迷路了。 那怎么办呢? 师父, 是我害了长顺哥哥。 接着, 玉兰掏出长顺的留言, 递给辽臣法师, 辽臣法师看完信, 浑身颤抖, 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口里喃喃地说, 原来是他, 怎么会是他? 师父, 您说的是谁? 辽臣法师没有理会玉兰, 他坐在地上, 轻轻打开背上的包袱, 玉兰一看, 包袱里是一条死狗, 旺财。 玉兰扑到旺财的身上, 大哭起来, 这是怎么了? 辽臣法师把玉兰拉开, 又点燃油灯, 并在边上点燃三炷箱, 叮嘱玉兰守在旺财身旁, 守护油灯。 辽臣法师登上法坛, 说声, 带我出去寻找。 他坐下来, 闭上了眼睛, 不一会就一动也不动了。 玉兰眼泪不停地流着, 在一柱香块药烧完的时候, 他看见辽臣法师的身子动了一动, 醒了过来。 在看望财, 他的头也动了动, 眼睛慢慢地睁开, 接着, 他挣扎着要站起身子, 可努力了好几次, 还是没有力气站起来, 只好扶在地上, 拿眼睛死死地望着玉兰, 尾巴动了几下。 玉兰在看长顺, 只见长顺醒来了, 他呵呵地傻笑着, 爬下柴垛, 嘴里念着, 玉兰, 玉兰, 玉兰大声哭喊, 师父, 长顺哥哥, 这是怎么了? 辽臣法师坐在法坛上, 流出了浑浊的眼泪, 他虚弱地说, 玉兰, 你听说过粘窝鸟吗? 这种鸟不会坐窝, 专门去找别的鸟窝, 找到一个重义的窝, 就把那个窝里的鸟灼出来, 自己站住。 这世上还有一种人, 因为掌握了法术, 他不喜欢自己的躯体, 就找了另一个躯体, 利用法术把那个躯体里的魂魄逼出来, 拍散, 然后用自己的魂魄去占领那个躯体。 他设计得很周密, 却没想到, 他的魄魂还没到达, 另一个魂魄已经比他先到, 占领了他想要的那个躯体。 玉兰明白了, 长顺就是那只沾窝鸟。 他忐忑不安地问, 那个想占领别人躯体的魂魄, 是不是后来迷了路? 找不到自己的躯体了。 辽臣法师点点头, 原来, 长顺见玉兰不答应自己, 以为玉兰嫌他外表太丑陋, 于是, 一心想让自己变得英俊, 但一个人不论法力有多强, 也是无法改变自己面貌的。 后来, 长顺又想了个法子, 将自己的魂魄 转移到一个相貌英俊的躯体上, 让自己变成一个英俊潇洒的人, 一定能讨得玉兰的欢心。 他悄悄下山找了好几次, 终于找到一表人才, 却懒惰成性的长根。 他用法术把长根的魂魄收进一个坛子里, 毁掉长根的魂魄, 然后坐在山上, 设下法坛, 做起法术, 让自己的魂魄出窍, 去占领长根的躯体, 再让自己的魂魄 驱使长根上山来寻找玉兰, 跟玉兰成亲。 他担心自己的魂魄 又跑回自己的躯体, 就给玉兰留下纸条, 让玉兰烧掉她的躯体, 并告诉玉兰, 上山来找她的长根 是她命中注定的丈夫。 他什么都想到了, 就是没想到辽尘法师 正好到了长根家, 她的魂魄还没进入长根的躯体, 辽尘法师就把旺财的灵魂 给了长根, 这样一来, 长顺的魂魄就无法进入长根的躯体, 又在回去的途中迷了路, 辽尘法师费尽心力, 总算把她招了回来。 玉兰呆呆地听着, 长顺已经走到了她的身边, 拉着她的衣角, 念着, 玉兰, 玉兰, 玉兰满心疑惑, 问师傅, 长顺哥哥的灵魂回来了, 她怎么是这个样子? 辽尘法师长叹一声, 她只有一部分灵魂回到了自己的躯体, 另一部分却走错了地方, 你再看看, 你的身边还有谁? 玉兰侧身一看, 旺财已经站在她的身边, 用头蹭着她的身子, 尾巴不停地摇着。 玉兰大哭起来, 旺财, 长顺哥哥, 扑通一声, 辽尘法师倒在地上, 这几天她费力劳神, 大伤元气, 终于支持不住了。 玉兰艰难地背起辽尘法师, 慢慢朝家里走去, 长顺跟在玉兰身后, 拉着玉兰的衣角, 口里不停地念着玉兰, 伸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旺财也跟在后面, 嘴里叼着主人的包袱, 一摇一摆地走着。 好了, 故事讲完了, 还请帮忙点个赞, 祝你明年发大财。